微信自2011年正式上线以来 短短时间内就迅速占领市场 成为了大多数华人必备的社交软件之一 截止到去年第三季度 微信用户数高达12亿 随着使用群体的庞大 微信的管控力度自然也需要更加的严格 否则很有可能千里之低溃于乙血 于是就在近期 微信就悄无声息的推出了六条 自上线以来最为严格 且执行力度最高的用户新规 很多不知情的用户纷纷重招 轻则关禁闭冻结数日 重则判死刑被永久封号 今天我们就快来看看 这次微信到底规定了什么 避免大家日后不渗入坑吧 目前使用微信的用户 可以说是遍布世界各地 大家不仅使用微信聊天视频传递资讯 同时围绕着微信还诞生了许多养家糊口的新职业 比如微商 公众号运营员等 而此次腾讯公布的六条言规 恰恰都是基于这些常用的功能之上 所以大家在日常使用的微信过程中 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踩到红线 我们先来看第一项规定 在这项规定中 微信官方将禁止发送非法链接 提起非法链接 大家肯定深有体会 有些时候在群里或者跟朋友的聊天中 一些被分享过来链接 点开会有停止访问的提示 一般而言 这些链接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链接被平台识别为诈骗 诱导骗钱的链接 所以平台为了保证用户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直接不予展示 但是对于不管以什么目的 发布这些非法链接的用户 微信基本都是闭一只眼 睁一只眼 而现如今如果频繁发送这类违规链接 再被平台识别后 就会直接被永久封号 绝不手软 第二项规定 则是禁止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中 倒卖违法违规物品 这类物品包括 但不限于枪支弹药 迷幻剂和走私物品 甚至连野生动物也禁止售卖 去年4月份就有新闻报道 在广西的一个微信群中 有人公开售卖穿衫甲等珍惜保护动物 微信平台识别后 迅速将其账号封停 并联合当地部门 对该涉案人员进行了处理 因此 微信是坚决不能容忍 自己悉心经营的平台 为这些涉嫌违法分子服务 一经发现就立即严惩 第三项规定 是禁止利用第三方插件 来进行违规操作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微信里有一些小游戏 或者小程序 但是就有一些人 喜欢用别处网站下载下来的插件 来进行游戏辅助 获取更高的游戏体验 这类行为严重触碰了 小游戏的正常规则 以及互联网软件程序的安全性 所以一经识别也会被永久封号 就是玩个游戏 那大家的得失心就不要那么大了 万一操作不慎被封了号 岂不是捡了芝麻丢个西瓜 第四项就比较奇特了 那就是家好友也会被封号 不过大家也不要担心 正常情况下 添加好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里所说的是 短时间内频繁加好友才会被封号 在去年年中 杭州一个互联网企业为了扩展线下业务 通过疯狂加客户的途径来获取新的渠道 但是这就导致账号被举报和拉黑 以至于平台识别后 直接将其永久封禁 这类行为不仅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使用体验 还会让自己陷入被封号的困局 所以添加好友也需要谨慎 尤其是短时间内频繁添加好友的行为 第五项规定则是禁止传播低俗内容 大家平时在浏览群信息时就会发现 有些疏于管理的群里 可是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他们往往会喜欢发一些 引起人生理不适的图片或者视频在群里 比如在2020年8月份 湖南一个学生家长群里 就有一位学生家长向群里转发了一个车祸现场的视频 导致被永久封号 其实对于低俗内容的判定标准不是特别严格 往往就有人喜欢打擦边球 所以针对这类人群 微信平台会直接予以封号处理 截止到2021年年末 国内已经累积有800个微信号 因为涉嫌传播这类信息被封停了 相信随着新规的推出 被商号的用户将会更多 最后一类行为就比较常见了 一些公众号会推送这类消息 比如单击下方链接 可领取福利 点击左下方图标 想专属服务等 这类推动消息一般而言 都是属于诱导用户点击 换取公众号活跃度的行为 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开出了 可以窃取用户信息的公众号 点击就有可能泄露账号信息 危害性非常的大 所以这类公众号也是被封禁的一大群体 如果有人转发了这类消息 也会存在被封号的可能 从这六大类言归中不难看出 微信作为全国第一大社交通信平台 正不断加强平台合规性 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也在不断的提升 这对于我们正常用户来讲 其实是好事 但对于利用微信平台 做些不法勾当的人来说 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好了 小编希望大家紧记这六条新规 避免自己的微信号被官方盯上 毕竟在现在这个时代 没有微信可能在华人圈就寸步难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